狭窄的车道上 两辆大货车发生了寡蹭 司机王帅的后视镜被弄碎了外壳 同为卡友 又都来自李仪之乡山东 两人协商200块私了 王帅是一名卡车司机 因为早年做生意欠下百万债务 便卖了家里房和车也不够偿还 为了早日还清欠款 王帅贷款买了一辆货车 通过拉货挣钱来还债 但跑车来的收入也是朝不保夕 你应该是拿回一万来 那么给我把餐也给你了 对啊 这一趟回来上交的钱数目不对 妻子还以为王帅藏了私房钱 虽然收入窘迫 但是两口子态度非常乐观 两个人年轻多干点 然后慢慢来 钱可以再找人没了就参考 出车前 妻子会亲手包一顿饺子 犒劳即将远行的丈夫 没有什么事 只吃一顿饺子解决不了 如果有那么再来一顿 卡友们都说饿死不拉卷 穷死不拉管 打死不拉律通 但为了早日还清债务 王帅承接了从山东寿光运送辣椒和菠菜 到东莞虎门的订单 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 从2017年开始 王帅就一直南北两地来回跑 因为绿通的特殊性 经常一晚上要一口气跑六七百公里 王帅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在家由爷爷奶奶照看 妻子不放心丈夫一个人跑长途 在小儿子满百日时 妻子就带着孩子一起跟车 结婚九年的两人 感情却愈发牢固 五年的跑车生涯 让两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 凌晨四点半 到达河南福沟服务区 短暂休息后 又继续出发 跑绿通对时效性要求极其严格 一千公里十五小时内送达是常态 延误就会被扣运费 因为经常需要赶时间 王帅患上了一线炎 必须按时吃药 对此 妻子更加不放心王帅独自出车 这此处应该有一个台词你知道吗 什么台词 什么台词 你说 一会儿 你说 一会儿吧 我应该说大郎该吃药了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要质疑 这是纪录片吗 简直是科幻片 狗粮都要吃饱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 经过厄东长江大桥 进入湖北黄石 目的地越来越近 因为一家人都在一起 去哪都像旅游一样 什么都不算 困难 只要有家人 再苦再难 再累 都不怕 跑车的生活 他们走南闯北 增长了不少阅历 有时候就感觉到 像是突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壁垒一样 我只要开上这车 可以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 晚上十点 王帅开始有些疲惫 在赣州高速路段遇上了堵车 正好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半小时后 路面通畅了 货车缓慢如行 一辆货车便到插队 车尾蹭了上来 王帅检查发现后视镜坏了 把歪掉的后视镜掰正 赵氏司机也过来询问 因为只是小问题 两位山东老乡商量私聊 你说怎么车怎么车怎么车 你拿着我眼都可以吧 拿着我眼都可以吧 我先转给你 出门在外 卡友们都不容易 互相体谅团结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回来有时间再喝 回来回来 凌晨一点终于进了服务区 王帅可以休息了 但为了防着油耗子和偷货贼 妻子必须彻夜守着 为了调解长途的枯燥 王帅也会适当提一下 长期两地奔波 王帅已经将虎门当作第二个家 市区路段也是轻车熟路 从山东寿光出发第三天 十八吨辣椒和菠菜终于卸车交火 闲下来的时间 王帅带着妻子去往当地服装城逛街 妻子看上了一件真知山 为了返程不放空 王帅每次都会从海南拉一车 水果会受光 去往海南的路上 他捎带了十九吨的百货 把每段行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装货见细 王帅翻看着儿子小时候的视频 怀里的小儿子也是一天天长大 对孩子来说 他们不懂什么是苦 父母在哪儿 哪儿就有家 哪儿就有幸福 去海南岛要搭乘杜轮 天没亮王帅就早早出发 太阳升起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这就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从海口到寿光2800公里 返程需要五天时间 王帅已经联系好了返程货源 一次出门往返需要十天 能挣到七千多块 每个月还需要还欠款和车贷 虽然日子过得拮据 但夫妻俩仍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王帅是个不乏浪漫细胞的卡车司机 特别心疼妻子 两人只要在一起 再多的困难 都可以共同面对 我媳妇就告诉我说 只要我缓缓了 那又没有啥 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刑